凡是你看得到的都是骗你的 都是假的 你不要认为成功是真的 爱情是真的 我为我儿子是真的 所以因为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暂时存在而已 花开花谢 不要太认真 要谈恋爱随便谈谈就好了 被抛弃福报很大 有经验就好了 但是你一认真 那你就苦认真赚钱 认真为了什么 该认真的是八观灾界 苦疾灭到一心念佛 这是你要认真的 该认真的是这个 不是努力赚钱 现在每一个人都听老板的 不听佛陀的 老板给薪水嘛 多听一点老板的话 就会升薪水 但是不听佛陀的 佛陀是偶尔拜拜 这样 那各位你要一心念佛 要听佛陀的 听佛法的 老板随便随便 那这是为了赚钱 你该做好的做就好了 不要一直争争争争争 我发现很多男人很喜欢 我也要做老板 什么时候可以做老板 这样我就有面子一点 面子能干嘛呢 男人要面子 女人要漂亮 那个能干嘛呢 今天你坐在那边都没打瞌睡 你就厉害了 你老板有用吗 代表你心灵控制的很好 不错 代表你专心在思维佛法 那最好 医生宣布你得癌症 没有关系 心里没得癌症 控制的 身体会死的 谁都会死的 所以那我死的有意义就好了 让你活到两百岁 死的难看有意义吗 所以我想生命不再长 而且能够解脱 能够不断来轮回利益中 那比较重要 所以叫智慧具足 各位要了解 唯有持戒 修禅定 然后呢 随时观察分析 不执着 知道什么是该做的 慈悲是该做的 什么是该放下的 那你就可以内心解脱 也可以帮助别人解脱 所以各位呢 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而且我们是靠所有众生才存在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体悟佛法 要感恩所有众生 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有佛性 所以各位一定要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不是光给他食物吃 你给蚂蚁吃 你给众生吃 你要顺便给他说法 给他念念心经 你了解的佛法给他讲一讲 就像各位 我教各位背的再念一次 信心具足 皈依三宝 持戒具足 受持五戒 布施具足 消除千堂 广结善缘 智慧具足 了解四圣体 了解空性 了解佛性 你要回去跟你的狗说法 跟你阿嬷说法 跟你儿子说法 就像各位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 不然我七月份怎么会来呢 那只是爸爸妈妈你现在做人 那我现在做出家人 那我一定要来报答各位的恩 希望各位也能够智慧具足 能够解脱 也能够帮助众生 都解脱 都成佛 就是佛 叫我们 这个四个具足 现世快乐 来世快乐 将来解脱 必尽成佛 那各位你要不断的复习 很多东西不要记太多 把佛法的经要记住就好了 所以在北侧 来 对三宝有信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有处理心 所以各位不要骄傲 我眼睛这么大 你们都看我两眼 这个叫骄傲 我身材那么好 又换一套新的 你怎么没看我呢 这就是骄傲 凸显之情 那这个东西可以当饭吃吗 这些东西得癌症的时候有用吗 各位你要想很远 这些东西当你一个人得癌症 痛苦了 腰酸背痛 管他什么腰细不细不痛就不错了 我认识一位女妻师 腰痛得要死 然后一个老和尚说 就是因为你穿高跟鞋才会腰痛 他说我宁可死也要穿高跟 我说你现在讲那种话 哪一天你痛到死了 腰痛了 你就不会讲这种话了 因为他认为腰细身材好 这个他的生命 他误会了 这哪里叫神明 痛了什么都不要讲了 所以各位你要认识清楚 什么是该去追求的 所以要有这个智慧 好 讲两个故事好不好 不讲故事又要回家了 看手表 今天晚上不能跟太太先生讲话了 不用煮晚餐了 所以要多修行佛法 有人说师父赶快下课五六点人家要回家了 我说回家都早夜了 不小心还吃东西 你一吃马上下辈子做动物 真的不能吃啊 不要开玩笑 除非你是糖尿病 要死要死 你要吃一下 因为你回家 危险啊 了解吗 危险啊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危险啊 痛苦啊 出家就可以解脱 回家还跟你谈什么 谈佛法吗 你太太跟你谈苦疾灭道吗 不会的 但是所以各位多听佛法 以后六灾日 这边就算没办八万灾界 主动来报道 对不对 家是逼迫的 苦的 低调的听给我 是受约束的 不自在的 并不是这个家让你痛苦 是因为你执着所以让你痛苦 所以当然 我们出家人就是远离家庭 因为才不会让我们执着 远离不是放弃 天天为父母家人在修行 我天天写我妈妈的牌位 我天天都写我过去丈母娘的牌位 我天天会像过去伟大的太太 感谢她放我出家 功德会像给她 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 因为我放弃他们 那我这个人就没有报恩的心态 学佛最重要的 念一下 知恩 念恩 报恩 所以刚刚讲 对自己有惭愧心 再来 对众生有报恩心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帮助我们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要知众生恩 要念的众生对我们的恩要报恩 所以简单说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别人对众生有报恩的心态 各位 当你要去讲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先告诉自己 他是我爸爸 你要怎么讲才讲 你不要说 他是我爸爸 王八蛋 完了你骂老爸 你一定要永远 然后这个人骂你 他也是我爸爸 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这样 如果你不告诉你这样 你就很容易去爱对方或骂对方 男人都是爸爸 女人都是妈妈 怎么会跟老爸老妈谈恋爱呢 报恩而已 希望他快乐 希望他离苦 而不是要去执着他 所以回去 看到你太太 牵着他手 老妈你好 看到你老公 爸爸你好 就是这样 看到肌肉 妈 赶快超度 把他埋起来吧 各位你要如此 这个叫知恩 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我怎么可以伤害他 什么可以执着他 这次佛教叫众生平等 接我父母 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叫普度业 普度众生 这些儿女也是过去我们的父母 再来投胎的 虽然他来讨债 你要欢喜还债 但是你用佛法 就很快就超越了 没有小孩子 你怎么知道 爱对方是什么 没有父母 你怎么知道 报恩是什么 所以我想我们要从 这个环境去学 但是如果你设定好 你讨厌对方 那你实在是太苦命了 因为你很厌烦对方 他的缺点我不能接受 你没有报恩的心态 那就错了 今天你有一个儿子可以报 是因为是你有老公 今天你有一个女儿可以牵手 是因为你太太 对不对 你要这样想 只想对方的优点 你过得很快乐 想对方的缺点 你有如在地狱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 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对自己有惭愧心 不要怪对方 对别人感谢 感谢 就像我出家 我说师父叫我不要带钱来 他知道你有钱 不要带半毛钱 你衣服都不要带 我说师父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这样来了 你才会知恩报恩 知道一件衣服也是别人买给你的 一杯水也是别人倒给你的 因为你没有工作能力了嘛 出家了嘛 在家是你用你的福报能力 你在养自己 你很骄傲嘛 但是出家呢 众生养你 你要有这种心态 再念一下 生如乡乡乡乡 心如黃金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乡乡而已 但是 我们的内心 虽然身体像个乡乡 但是内心里面很丰富 有智慧啊 用悲心这样 而不是去追求 时间的欲望 因为我们的内心 是有佛性 菩提心是我们的黄金 慈悲心是我们的财富 所以内心里面很丰富 所以我希望各位 我们12月8号 在马来西亚 办短期出家 嫁赶快请好 穿两件衣服 就可以来了 住个七天到十天 过过那种快乐自在的生活 有意义的生活 这叫什么 来 找到自己 恢复自己 像我第一天出家的时候 我痛哭流涕 这就是我才是最快乐的 你世间财产名望永远在多 五花大榜不自由 我本西方云纳子 为何生在帝王家争苦啊 做个出家的人修行 为自己生命负责 为别人生命负责 这才是生命的快乐 有没有道理 赶快报名 早一点出家 对不对 当然短期就有可能变长期了 身体短期 心理长期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放下 出离心不是离开社会 什么叫出离心 以前你很在乎 现在不在乎 现在用慈悲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太太 而不是在乎他对你好不好 这样你就过得很快乐 如果你有一个执着 那你就不快乐 对你好是我应该有了责任 报答你 也是我修行的目标 至于你对我怎么样 随缘 这个叫出离心 长得好看 没关系 拿来做佛像用好了 长得不好看 那不是更好拜佛吗 就不要那么在乎了 要画就画佛的脸 不要一直往自己脸上画吧 所以八观哉节 不用画多快乐 哪一天你跟我理个光头 那连梳头发都不一样 多好呢 肥皂从头洗到脚 也不用分洗发精 还有个洗面膏 连身体洗的都不一样 那就有三种 多累了 对不对 从头到尾一条毛巾 一块肥皂OK了 至于是不自由啊 自由啊 像各位陪我 每天陪我玩 那我多自由啊 但是我不会执着说 我明天还要来 我后天不离开紫海禅师 那我就命苦了 走到哪里 人间一富翁 走到哪里 奉献布施 这样就好了 大家谈佛法 大家做好事 引导别人 那这样以后 菩萨清凉 也常游必尽空 意思是说 不执着 那你就可以悠游自在 去广结善缘 刚刚讲广结善缘 这个缘分结好了 将来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广度众生 那现在 结善缘 不结而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刀